我們今天教網頁的撰寫 從今天開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開始 之前我們寫程式語言都是自己跟自己玩 不好玩對不對 而且不能跟別人炫耀 我可以做出自動看看真女友文的agronism 那也只有我自爽而已 我的朋友不能用 我朋友沒有辦法體會這件事情有多屌 現在我們要把它釋出 弄成一個自己的網頁 那我們當然從前很簡單的開始寫 首先網頁 大家先知道網頁有兩種 一種是靜態、一種動態 上次我們在教爬蟲的時候 三種其實是動態、網頁 它其實看不出來 靜態、網頁就是它的文字一直都有講那副德性 我們要用一種叫HTML的語法去編寫 不過這個我們不會教 我們等下所有教的都是R語言 通通都是R語言 這樣可以齁 如果說是動態網頁 那它就必須要在前 就是一開始你的網頁 然後去讓你輸入一些information 輸入一些information之後到後端 去做一個運算 運算完之後結果再傳回前端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這樣知道嗎 那有這個到前端到後端 後端再回到前端的這個過程的網頁 就叫Web App 或者人家講說Web 2.0 但很久以前網頁就是我寫一個 等於是我寫了一份word 放在網站上給人家瀏覽了 也是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樣知道嗎 那這一種 這一種這個就是 有會response的就叫Web 2.0 好那這個Web App 你既然想到App的話 你們就會想到手機的App 對不對 那手機的App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手機的App 跟Web的App 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Web App的優點就是跨平台 這個手機有iPhone 有Android對不對 其實不同的作業系統 它的程式語言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一個程式 如果我要給Apple用戶 又要給Android的用戶 基本上我就是要寫兩個程式啦 只是它裡面長一模一樣而已 很累 好不好 那 另外一點就是 那Web App就不一樣了 就等於網站點進去就是了 就你只要打個網址就進去了 對不對 所以它第一個跨平台 第二個更新方便 連電腦都可以用了 這是它的優勢 那第二個它的劣勢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速度稍微慢一點 為什麼因為網路 它透過網路喔 對不對 其實啊 這個手機的APP 就是它是當地直接運算 就是你按了什麼鍵 然後它就當場直接運算 它不用連網 對不對 假如說你手機的計算機 或什麼的 就不用連網 可是Web App鐵定是要連網 即使你只做一個計算機功能 它還是要連網 連到我們後端伺服器 用後端伺服器的運算資源 來進行運算 這樣子 好 第二個就是需要穩定的連線 如果中間突然斷線了 抱歉 資訊就不見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跟你講 講的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基本上也不重要 因為R也只能寫Web App 這樣知道嗎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想辦法用R來寫Web App 這樣好嗎 好 那我們怎麼開始寫呢 來首先 先 Install Shining這個 Shining這個Package Shining這個Package 我們先安裝好不好 先讓你們安裝 因為這個要安裝一陣子喔 這個很大 好 安裝完了以後 安裝完了以後 來我們來看下一步要做什麼 來我們到這個 到你的這個 主資料夾這裡 你要放哪裡都可以 就來說像我在 我今天在上13課對不對 這邊先開一個資料夾 叫MyApp 好不好 開完之後 看著我怎麼做喔 開完之後 這樣子 我先把這兩個檔案 我先把這個MyApp給刪掉好了 Delete掉 好 我Delete掉了喔 好不好 那我現在首先我先開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的名字無所謂 叫MyApp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或你想叫什麼都可以 好 重點是這樣子 首先 先 開啟個語法 Rscript 這樣可以喔 然後 複製這一串 複製這一串 複製完了之後 把它儲存 到剛剛那個MyApp這裡 然後叫它UI.R 就這樣叫它 現在出現UI.R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再 複製這一串 同樣的 再開個語法 在同樣的地方 叫Server.R 就這樣子 然後複製貼上 這樣子 可以嗎 就這個樣子喔 好 做完以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RunApp這個按鍵 你就可以按了 好 這樣你就做出了第一個 可以動的 這是你左邊動了以後 右邊會出現不一樣的圖嗎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是直方圖啦 這個我有教過嘛 對不對 這個 是什麼圖不重要啦 我現在只是想告訴你 我可以 我可以搞一個會動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先做出這個好不好 初步先做出這個 好 做出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做出來以後 基本上就是練習衣啦 好不好 那 練習衣之後 我們給大家一個 這個 我們再給大家一個練習的機會 好不好 就是啊 這個 在這裡有個叫Shining Example的 好不好 點進去 看一下能不能上 好 應該是這麼講啦 就是其實 那我們先 我們先看後面的部分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解釋一下原理 不然的話你根本 你現在只是複製貼上 然後出現一個別人寫好的程式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原理好不好 來 首先啊 這個是 我們Shining是一個R的package 對不對 Shining是一個R的package 這個package就是專門用來寫網頁 APP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啊 它的這個基本構造就是 有兩個檔案 就是一個 資料夾裡面同時有兩個檔案 一個叫UI.R 一個叫Server.R 對不對 它就只有這兩個檔案組成喔 好不好 這兩個檔案啊 其實就是這兩個檔案來直接 直接去決定的就是說 呃 這個你的APP要長什麼樣子 好 那 UI 就是顧名思義 它其實就是主管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 這樣可以嗎 Server 它就是主管 伺服器端的處理請求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剛不是講說 一開始你要給對方個介面 對不對 對方可以在這個介面上 輸入一些information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Laba 對不對 它其實輸入個數字 然後接著 經過一些後面的運算之後 它把圖print出來 然後也呈現在前端 這樣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使用者在UI給定一些參數 接著 參數傳到Server端裡面 用反應函數進行運算 接著 反應完成後 再傳至UI點拿輸出結果 這樣知道它的流程了嗎 UI到Server Server再回UI 這樣可以吧 了解這個流程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語法 這個語法在這裡 就是UI的語法 UI的語法 這邊UI的語法在哪裡 來看著喔 來 首先 這一個UI的語法 我們先看 這個Shining UI是一定要開頭的 這個不管 我們現在先不管 這件事情 也許你覺得這個版面很醜 可是我們先不管喔 好不好 因為 如果 我們就先用這個 當模板 然後多加些東西 這樣就已經很棒了 這樣可以吧 好 Shining UI是一定要開頭的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函數 看得出來嗎 這裡開頭 這裡結尾 對不對 這是一個函數喔 這裡面是一個函數 看得出來吧 接著Page with Sidebar 這也是一個函數 這來告訴我們什麼 這其實就在叫一個版型 叫一個特殊的版型 這樣知道嗎 好 將你叫一個特殊的版型之後 這個版型其實就是長了 這裡有個title 然後這邊左邊有個控制bar 然後右邊有個output區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一個Page with sidebar的版型 好 我們繼續來看我們的語法 在Header Panel這裡 是不是有Hello Shining Dancing 這Hello Shining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這裡對不對 可以嗎 出現在這裡 那 Sidebar Panel 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Side Slider Input 這個Slider Input 就是這一串 就是這個控制bar 0到1000 然後初始值是500 對不對 來看著喔 0到1000 初始值是500 Number of Observation 顯然就是這裡的文字描述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OBS 這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物件名稱 等一下在Server端 我吃到的物件名稱 也就是使用者 拉了一個數字之後 這個東西是用OBS 這個物件傳到了後端 這樣可以嗎 這樣了解齁 好 最後 Main Panel這裡 Platter Output Platter一個DiskPlatter這個物件 顯然這個東西就是一個DiskPlatter 這樣可以吧 好 只是 現在我不太懂 從OBS 到DiskPlatter 到底中間經過了什麼過程 這樣可以嗎 UI端的介紹 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的話 我們做一個有趣的實驗 也就是我們稍微改一下這裡的字 主要說我故意 Number of 我就故意把它刪掉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Hello Shining 我就把它刪掉 我們再按一次 Run of App 看到了嗎 剩下Hello 然後Number of 這邊是不是沒有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要怎麼改了吧 他原來就是叫你模板出來 然後改它上面 對 好 注意喔 我在講一次 我剛剛沒有講 就是在你按下Run App之後 你應該會注意到 現在我的R 這裡是不是沒有小鍵號 好 我告訴你 因為現在正在執行那個App 所以你必須按Stop把它關掉 你現在這是可以動的 對不對 這動了這裡會動 這樣可以嗎 當你按下Stop之後 大魚是不是回來了 大魚回來以後 他就可以打字了 他可以打字的時候 你回來看 他就黑掉了 這個時候你再拉 他就不會動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你要知道 這個App怎麼運作的喔 所以 其實App在開著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有一個R的 R的程式在服務它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先讓你玩一下好不好 改一下這些字好不好 就這樣很簡單 改一下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 後面的部分好不好 今天你會覺得簡單的很正常的 因為就是幾乎是重新開始 好不好 所以 好像又回到了第一課的感覺 不過等一下你會 隨著這個動心慢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Systems 可以跟我們以前的Nology連接的 這樣 那它就會變得很複雜了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這個 這個我剛剛講的就是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個 比較注意的是 這個Cyber Panel 跟這個Main Panel 這裡其實可以連續加很多物件 等一下我們就試了 畢竟我們剛剛的那個網頁 都只有一樣東西 對不對 它其實可以加很多東西 好 我們繼續 好 Server端的程式碼 我們來看一下 在Server端的程式碼 Server端的程式碼 一樣 Shining Server開頭 這是一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裡面 Function Input Output 這些都不用改喔 好不好 我們只需要改這個部分 我們只需要改這個部分 看著我們怎麼寫喔 Output 前號 這個Output顯然是一個list 這個Output 你現在根本不知道它在哪裡 不過沒有關係 這就是Shining設計 你只要打Output 它就知道 這個Output的東西 是會接給UI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Output 這個字是不能改的喔 我們之前都說 物件名稱隨便打 對不對 這個Output不能改 Output 前號 ThisPlot 這個ThisPlot 其實就是這個 這樣懂嗎 ThisPlot等於RandomPlot 其實就是要加畫圖 這個函數就是要用背的 這個沒有辦法 這樣懂的意思嗎 但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在哪裡可以抄就好了 可以嗎 RandomPlot 括號 然後小括號大括號 注意這邊都不能動喔 這個函數就是小括號大括號一起用喔 這樣可以嗎 接著 裡面放什麼呢 來 Input裡面的OBS 這個OBS 顯然就是這個OBS 這樣可以吧 音部裡面的OBS 然後這個是一個數字 然後這個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啊 會介於0到1000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數字介於0到1000 RNORM 有沒有教過這個函數 RNORM 10 就是產生10個隨機數 100 就是產生100個隨機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接著 這100個隨機數儲存成一個叫DIST的物件 然後用HIST這個函數把它畫出來 HIST這個函數知道是什麼吧 就畫脂肪圖 簡易圖片教學那邊我有教過啦 不過沒有關係 那個HIST這個函數 就是脂肪圖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 脂肪圖它就把圖畫出來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注意一件事喔 所有的輸入元件 輸入元件就是你在UI這邊打下的OBS 這些有的沒的 通通都被儲存在一個叫INPUT這個LIST裡面 然後啊 所有的輸出元件 就是你在這裡 你想要OUTPUT的什麼DISPLOT 這邊是OUTPUT 這邊是INPUT對不對 看它的語法 那 這些東西通都儲存在一個叫OUTPUT的物件裡面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需要OUTPUT的什麼東西等於什麼 然後這是一個INPUT的組合 這樣懂意思了吧 好 OK 了解了這件事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直方圖啊 來 剛剛那個直方圖是用這串程式碼畫出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是RN或RM 一個INPUT 一個數字 然後接著等於DIST 然後HIST 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串語法 OBS等於500 這個顯然就是我們之後的INPUT的OBS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M等於170 S等於10 這個是平均數跟標準差 這個你們先不用管 好不好 然後接著 Color等於Blue 好來看喔 RN或RM 我們輸入三個參數 OBS S M跟S 這樣可以嗎 然後輸入三個參數之後 產生一個叫DIST的物件 然後這個DIST 豆點 Color等於Color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Color是 藍色對不對 我現在按下Enter 你是不是看到一個 藍色的直方圖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如果 我把這個Color改成Blue 改成Red 我看到當然就是一個Red的直方圖 對不對 好所以現在我們有個目標 我們希望把這個顏色的選項 M的選項 S的選項 把它加到前面的UI端來 這樣知道嗎 我們做一個示範 把它加到前面的UI端來 然後 在Server端 把這個語法 把這些UI端的物件 把它丟到Server端來 讓我們的圖 可以產生顏色變換 分布變換的感覺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怎麼做喔 看著喔 加三行 看著在UI這裡 加三行 來 Numeric Input M 好這個 這個東西你都不用背 到時候你有看過效果 你就記起來了 這樣知道吧 Numeric Input M 因為我等一下裡面的物件名稱 它就M嘛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顯然是描述 對不對 Min of least normal distribution 最小值-200 最大值-200 最大值-200 Value Default Value 是這個100 這樣可以嗎 好接著 Numeric Input S SD of least normal distribution 最小值-0 最大值-50 其實值-10 這樣可以吧 接著 Redeno Button 這個就是單選題啦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了 有很多種物件 所有的網站都是用那幾個物件 弄出來的 好 進去的 Input裡面叫Color 然後Select the color of this histogram 然後Choice 這裡有幾個選項 來 Red等於Red Blue等於Blue Green等於Green 前面的是使用者看到的 後面的是實際上那個物件所產生的文字參數 這樣可以嗎 好注意一下喔 這裡 這樣子我貼完這四行之後 現在我的Input裡面 是不是有四樣東西 可以接受嗎 有M、S、OBS和Color 這樣可以嗎 OK吧 好 儲存 儲存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 Server端要改的只有這裡 現在只有用到OBS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成 同時用到OBS Min等於Input的M 這樣可以嗎 SD等於Input的S 然後 Histogram這裡 Color等於Input的Color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按一下儲存 再按一下Run 現在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選顏色了 看到了嗎 然後我一樣我這裡可以動 好 然後我把100 注意現在這邊是不是100 我把100改成50 好 它是不是就變50了 然後現在 這樣是不是10 這樣是不是格一格是10 我把這個SD 改成3 好 它是不是變小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所以啊 這個 這樣改起來有沒有發現其實並不難 這有點像在 就是 就是一點點把 就是 等於Pin圖把它加上去 這樣子 這樣的感覺 好不好 好 來 這個我們先 我們在進行下一個部分之前 我們先貼到剛剛那裡好不好 喔 忘了跟大家講 就是 你要貼的時候我剛剛只有三種顏色 多加兩個顏色好不好 就要Orange 讓它改一下 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 下面的內容 我們剛剛做了幾個練習題 一個 好 那今天錄還很長 怎麼已經第14頁了 怎麼那麼快 好 沒有啦今天錄一定還蠻長的 因為前面都是基本概念介紹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這一個 現在這一串函數 已經上到這一節課程 沒有人看不懂嘛 對不對 這串要幹什麼 在做菲波納奇數列對不對 把 這個 後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 前面兩個數字相加等於後面那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這一行 直接執行的話 我先按下Stop 不但Stop 不能執行這樣可以喔 剛剛講過了 先Run 好 這個 是不是菲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菲波納奇數列 我們就不解構裡面的這個細節 好不好 我們直接抄一下 我們之前的那個函數 我們之前那個函數 這個菲波納奇這裡 是不是可以輸入兩個起始值 加上 總共要多長 然後決定 我的菲波納奇數列 輸入多少 這樣可以吧 你看我輸入這一個 他就告訴我前20碼的菲波納奇數列 輸入這一個 因為 數列太小了 他就直接回答我 要大一點3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這個函數不需要有交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把它整合進我們的 APP裡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還是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不用覺得複製貼上學不到東西啊 因為 等一下你做練習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驗證到你是不是真的懂 好不好 好我們在Shining這裡 UI這裡 我們把它全部貼上來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再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UI到底在 到底裡面什麼好不好 來 這個UI裡面 可以回答我總共有幾個 input的物件 三個對不對 看得出來嗎 有A B跟Less的Sequence 這樣可以吧 他的 輸入都是Numeric Input 還記不記得 Numeric Input長什麼樣子 就一個方框給你輸數字嘛 對不對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SliderInput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RadioButton 好不過 這個你不用特別記啦 因為你只要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抄就好 這樣可以 好 Numeric Input 他的這個 呃 A物件 然後這是給人家看的嘛 最小值 最大值 然後起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起始值 然後這個是Less Sequence 那既然啊 既然他不能小於3 你就不要讓人家輸入3 這樣可以嗎 你就最小值直接定3了 這樣就不會出問題了嘛 對不對 何必 人家真的輸入了2 然後你再警告他說 抱歉你不能輸入2 對不對 蠻智障的 所以就輸入3就好 然後接著在這裡 Main Panel 這邊又是一個新的Output 對不對 這個新的Output 他Output的叫 SIG 這樣可以吧 SIG 好 所以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Server 我們Server 要做什麼 把這三個物件 丟進某一個函數裡面之後 然後請他 回傳出一個 SIG這個函數 那 還記 這個SIG函數一定是 Output 前號SIG開頭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要貼的 其實 來我們先全部貼上來 好在Server端這裡 好首先 Library之後 我們先 把你的Function給貼下來 這個Function 是不是剛剛 我們自己寫的那個 費波納奇數列的那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裡面 輸入是 A B跟Lex的Sequence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在 ShiningServer這裡 中間 Output裡面的SIG 這樣可以嗎 等於 RandomPrint RandomPrint 小括號 大括號 小括號大括號 裡面 就是輸入剛剛那個函數 Input三項 Input裡面的A Input裡面的B Input裡面的LexSequence 這樣可以嗎 這邊我剛剛忘了講一件事情 這個RandomPrint 跟外面UI的 這個Output 他們彼此之間是有E對E關係的喔 你不能夠 就是 你前面用什麼後面就要用什麼 前面用什麼後面就要用什麼 這個E對E關係 我會在大概 在兩節課之後 把完整的介紹 你們現在就只要 你們現在只要會改就好了 沒有人會做 這樣可以嗎 懂我的意思吧 好按一下ROM 你們應該有辦法預期說 我們現在會出現什麼樣的畫面吧 對不對 好我們來按一下ROM看一下答案 左邊輸入三個數字 右邊是我費波拉里數列的這個 輸出對不對 我把這20改5 好看到了嗎 只輸出5A數 我把這個 改成50 他是不是 喔50太多了 他是不是太多了 他做不下去了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改30好了 好30這樣可以吧 那我不要1跟2開頭嗎 1跟3開頭好不好 好是不是real time的給我 做了一些改變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 我們先看一下 等一下應該要練習題了吧 好來 我們先看練習題喔 等一下你們的工作很簡單 先把費波納奇的這個貼出來 貼出來之後 來這邊有一個找值數的 找值數的函數 這個找值數的函數 就是我們 很久很久以前 寫過的 好嗎 這個找值數的函數 你只要輸入一個數字 他就告訴你說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把它貼到這裡 好這個 我們先清空喔 這個找值數的函數 出來以後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找值數的函數 這樣可以嗎 我們輸入maxx等於100 他出來的結果就是100以內的值數 你輸入200 出來就是200以內的值數 這樣可以吧 好中間的過程 我們就不細講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們應該都看得懂 畢竟你們都已經留到 第13節課了對不對 這是第2節課還是第3節課的東西 對不對 如果真的看不懂 拜託去複習一下 好不好 應該不至於啦 好 你們的工作很簡單 剛剛我示範了一個 費波納奇數列的這個 webapp對不對 那 based on這個 based on這個 費波納奇數列app 然後我又給了你一個找值數的函數 理論上 你應該可以 寫出一個找值數的app吧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做一下 試著做一下 好我們把螢幕還給你 好啦 不要太沒有自信 好不好 你回 因為今天課程非常慢嘛 對不對 這已經練習二囉 等一下只剩一個練習三囉 回去 拜託 拜託 你如果這個 不會的話 那個我真的很希望 上到最後一節課的同學 自己可以有個網址 然後就說 這是我的網頁 給同學炫耀對不對 就算你那個 後面的所有層次碼 都是貼老師的耶 無所謂 但是至少你有個自己的這個 自己的網站 看起來就很屌阿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個網站你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名字耶 這樣喔 這樣懂齁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 怎麼改這個app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費波納奇 這個app 這裡是不是input的參數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 找直數 我們input的參數 剩下什麼 是不是剩下一個max.x 剩下都沒有了喔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uiServer這裡 把a改成max.x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 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改一些名字 假設說 the max number 好啦 我隨便打的好不好 那最小值 直數的最小值是什麼 是不是 只要從2開始嘛 對不對 然後最大值給個1萬好了 喔 這裡這個豆點 這個豆點要留著 好 然後value我們從100 default value是100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我們把下面三個 是不是不需要 不需要下面是三個 我們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 按下儲存之後 我們再來改server這裡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不是要先複製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用這個函數啊 我們在server端 剛剛我們費波納希的這個函數 我們把它取代掉 我們把它取代成直數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有了這個直數函數之後 這個直數函數 是不是可以放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然後 它的input是什麼 max.x 這樣可以吧 好我把它全部都刪掉 好就這樣子 這樣就改好了 按下run app 好出來了這樣可以吧 我把100給我 1000 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好這樣可以嗎 讓你再練習一下好不好 給你兩分鐘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這個 我們來教一些比較 今天 最後一個進階一點的題目 好不好 這個題目做完了 我們就下課 好來這個題目是這樣子啊 就是 有像我們剛剛是不是 找直數一個app 可以吧 然後我們 廢波納奇數列一個app 這樣是不是顯成智障 這兩個可不可以二合一 覺得說 最開始的時候讓我選擇 我是要找直數 還是要 這個做廢波納奇數列 這樣懂的意思吧 好 如果我要找直數 那我就只秀出找直數要的那個max.x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我要 做廢波納奇數列 那我就把廢波納奇數列 三個參數把它弄上去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啊 我們等一下就要做這個題目 但是我們先看一個範例 複製貼上一下 好 UI先複製貼上 server再複製貼上 好我們在 學這一課的時候 我們以前都一行行解釋嘛 對不對 在這一 就是在今天以後的課程 我們都先不管 複製貼上之後 首先我們先看個效果好不好 好 你們有注意這裡是不是有個選項 在normal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0 這裡是不是0 我如果把它改成10 這裡是不是就改成10了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500 好這是不是可以拉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這一個 是不是跟我們那個 剛剛那個做的是不是很像 這樣可以吧 好來這裡 這裡你看啊 這邊是有按鍵 student t 注意喔這邊本來是min standard deviation 然後這個 這個 number of observation 然後接著我們按student t 的時候看著喔 這裡是不是剩下df 這個還留著喔 這邊是不是變成df 那這個 同樣這個df 我們可以用調整這個df 來調整這個圖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 這個 app大致上的結構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ui跟server各是什麼好不好 好來看著 先看ui ui這裡 select input 這顯然是一個單選題 好裡面有什麼呢 normal等於norm student t等於st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一個選擇題 這邊是一個選擇題對吧 可以接受嗎 接著 help text setting parameters for distribution model 這一行這樣可以吧 這個字顯然可以改 ok我們繼續 conditional panel 這邊就是我們今天要教的 最後要教的一個重點啦 好不好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等於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normal input method input method就是他嘛對不對 input method等於等於 注意喔 這邊的雙引號單引號 這邊都是要特別注意的喔 好不好 都不要去改他的結構喔 雙引號在做外面 裡面的單引號 這樣可以吧 好normal 這個normal是不是這裡的normal 這樣可以嗎 如果 他的input method是normal的話 我就給他兩個 一個numeric input是mu 一個numeric input是sd 這樣可以吧 然後後面這些參數我就不講喔 因為反正你們都學會了對不對 好接著 豆點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等於 input.method等於等於st 這個st是根據這裡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numeric input 然後df df 然後value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你大概看這些語法 你都可以猜出來 其實就是根據我這個選項 去選擇我print 我display的是mu跟sd還是df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知道了以後 最後還有一個slider input obs 這個東西是無論你做了什麼選項 都會出來的 這是不是符合我們剛剛的觀察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我們的output呢 就只有一個 就是diskplot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 對於UI的結構有沒有問題 對於UI的結構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來露出疑惑眼神 有什麼問題 沒辦法catch到嗎 還行嗎 還行嗎 陳一誠可以嗎 可以嗎 十號全可以嗎 是可以 講 再講一次 這diskplot diskplot 這個不是一個 等一下output 我才要去帶 server端定義的東西嗎 好好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沒有問題 再講一次嗎 select input method 這邊有兩個選項 根據這兩個選項 這個conditional panel 有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不一樣 A條件 呈現這兩個 B條件呈現這一個 然後接著 有一個是無論怎麼樣都要呈現的 放在外面 這樣可以吧 好來看一下我們server server端顯然就只有一個diskplot 這樣可以吧 當然只有一個diskplot啊 我外面只有一個diskplot出來啊 這樣知道吧 好 只是裡面有iflan了對不對 if input method等於等於normal 我就要做這一行 if input method等於等於st 我就要做這一行 這一行是什麼呢 normal的時候 利用mu跟st 產生 還有obs 產生一個 數列 這樣可以吧 當我選擇st的時候 利用obs 和df 產生一個dist 數列 然後 無論他產生完dist 數列之後 我把這個dist 數列用hist 把它畫出來 這樣懂了嗎 再體驗是那個app的樣子 來 使用normal的時候 利用mu跟sd 還有obs 產生一個 dist 數列 然後用這個dist 用histogram 這樣可以吧 studentt的時候 df和obs 給他產生一個dist 數列 這個dist數列 再用histogram 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有catch到嗎 有catch到的話 這樣我們就要做練習3囉 好 你們今天的練習3就是 首先 先把這個複字貼上 這樣沒有問題 稍微做一下 做完之後 學習一下他的精神 然後 剛剛我們前面這個練習2 這裡 是不是有找直數app 也有 廢波納奇 數列app 對不對 把這兩個整合起來 變成同一個 這樣我們可以先選擇 然後再 再這個 再 跟他選廢波納奇 我就呈現三個參數給他 請他填 填完給我廢波納奇 數列 這樣可以吧 然後他選擇了找直數 你就給他一個參數填 然後 就給我找直數數列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做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啊 好不好 這個原始的這個樣子 他是不是 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conditional panel 這樣可以吧 我們把這兩個conditional panel 先來method這裡 我們chose distribution 這個字我們隨便改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接著 不用照啦 好不好 不用照 謝謝 背後有答案啊 你如果真的想要這裡複製貼上就有了 好不好 可以嗎 這邊 這邊就UI 這邊就Server 這複製貼上就有了 我要告訴你們是怎麼樣一行行改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這裡我們先把這邊用下來好不好 來 首先slider panel 注意喔 你們在改的時候 你們今天有人齁 就是你們還是沒有弄清楚那個架構 這個開頭這個結尾 我們要刪的時候要把中間都刪掉 這樣知道嗎 在這裡面加東西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裡面加東西我把它貼過來 這裡面有什麼 select input method chosen method 菲布納奇 跟這個直數 1跟2 這樣可以吧 然後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 等於input method等於1 input method等於2 這樣可以吧 是1的時候我就輸入ab next sequence 是b2的時候我就輸入maxx 這樣可以嗎 當我改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注意喔 當我改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我按run 我可以直接按run喔 這裡出不來沒關係 可是你們有注意到 菲布納奇 跟直數 現在在左邊已經被我改成我想要的樣子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接著我現在要改這個對不對 這是plot output對不對 可是我不是要plot阿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剛剛那串序列嘛 對不對 他用的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可以在前面貼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這個函數 跟後面的這個 是不是1對1的 好我們到server這裡來 到server這裡來之後 我們把這裡 先把它去掉 這不是最乾淨的狀態 來 output的sequence 等於random printer 小話大話 if method等於1 我就做菲布納奇 else 我就做直數 菲布納奇的輸入是 input a input b 跟let sequence 直數的輸入是 input max x 這樣可以嗎 好可是現在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還沒定義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各是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定義 定義的地方我們把它貼在這裡好不好 這個可以縮小你們知道嗎 如果你不想看 你可以把它縮小 好這樣子語法是不是趕緊多了 函數在外面 然後這個 server在裡面 這樣可以吧 好按下儲存 按下run 好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個是菲布納奇速列 趕找直數 好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我們今天 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個 今天教的東西非常簡單嘛 對不對 好啦我們下課之後 拜託一定要 一定要練習到好好不好 那 因為都有答案 練習答案 好不好 所以應該是蠻容易練習的 然後推廣一下給同學 好不好 希望下一節課程可以多一點 好不好 今天就上到這裡喔 好 就這樣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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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